腰,我这腰一蹲下,一坐下来就跟断了一样 一站起来,左手就得打打打打 拍,因为左手背拍那腰几下子 好像他才活了 是不是所有70岁老人都是这样 绝对不会 据我的观察 还采访,还有采访 你会不会脏起来 腰酸的都站不起来 不会啊 不管男女,大概只有十分之二的人 腰肌老损 我年轻的时候 我是,我练的东西都 可能是以前练三铁 就标枪啊 我的腰伤过 伤了好一阵的,也没有老师指导 也没有好的教练 就自个儿瞎练 自个儿瞎抹那红花油 大概时候就落下了伤 落下了根 可是演了几十年的戏 我的腰都还对付得过去 头两年 我就带一个软的腰风 拍一天戏我就带一天 都没有现在严重 年纪越大 他就跟着你越紧 也不知道到哪去 能好好的把他聊好 没事我就只有到我们山里面 开车进山里面去 另外一个山 不是我们现在住的 就台湾北部的那个乌来 我就开车进去 跟我老婆一块 她没空我就进去 因为温泉对人真好 所以五脏也好 我就怕温泉冒一身汗 舒服点 舒服两天 过不两天又来了 早上起来就啪啪啪啪 拍自个儿的腰 才能站起来 喝一口温开水 把昨晚一晚上 一晚上新城代谢的东西 再代谢掉 生活 我没有觉得无趣 我觉得这么单调 这木瓜是我老婆吃剩下的 待会我把她给打死掉 今晚上或许可以喝两杯 昨天前天都没喝 这是好事 我并不希望我天天都要喝 天天喝一点的人 是有福气的 只是我并没有这样子 我最近比较常喝而已 再去打亮吧 再去打亮吧 你看外头弓箭的 看到没有 外头 这弓箭 再去打亮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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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